有26位朋友们想问说 其实我对未来有没有感到彷徨的时候 遇到这样的时候是怎么样 找回自己啊 我想第一个就是我对于未来 并没有什么彷徨 因为我觉得未来都已经来了 各位其实都是未来的代表嘛 只是还没有均匀分布 那这个是我想我们做创业 我们做创业最需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未来是透过我们来临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我们要innovate呢 如果我们觉得说 我们只是没有把一部分的未来带来 我们是在等着其他人去创造未来的话 那我们干脆不要innovate好了 对不对 我们就专门去就是使用就好了 我们就叫做users and promoters 那也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我想各位在这边 大概都是有参与innovation的这个动力 那innovation其实就是未知 它已经变成已知 但是还没有均匀拓散的这个过程 未知这个的探索 那个叫哲询嘛 叫philosophy 那但是我们这边比较是应用端 的是创新端 那创新端的话 找回自己的方式 其实就非常简单 就是说 我每天把一部分的未来带来 那带来之后呢 我就尝试增加它的基本传染数 就是说 我一天能够让超过1.001个人 知道这个新的idea 那这个新的idea was spreading 所以它自己又会再传染给1.001以上 各其他的人 很快的就指数性成长 到最后大家都觉得说 戴彩虹口罩也没什么了 对不对 的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意思就是说 只要我做某一个practice 这个practice本身 不是只影响到我一个人 它能够触发超过一个人 去做类似的事情 而且这些加在一起 能够好比像说 省到至少一个人的一份时间 或者是帮助到 就是一个人的一份心力 我花一个小时 能够节省别人超过一个小时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自己就已经完成了 因为我自己只是一个 这个good idea的一个载体 它是让社会的这个improvement 可以透过我来增幅 那增幅之后 我就可以继续去 就是想下一件事情 或者是去主持 接下来的别的政务工作 所以我并没有所谓 自己的这样子一种 执着的判断的这种概念 那所以是我都是 在三个部门之间去看出 谁还听不懂 其他人所讲的这些argument 那我就悬眉一边站 所以找回自己的方法 very paradoxically 就是去emphasize with every side take all the sides 那这个时候其实 自己的这种感受 其实才特别免锐 也特别强